车子刚刚保养完觉得更难开了 可能是因为新机油的粘度它比较高 导致了油耗和动力受到影响 也有可能是保养过程中 操作失误了 都有可能 那通常来讲 新机油刚驾进车子 粘度相对高一些的 车用发动机期刊上面的论文 低粘度机油在汽油机上的 应用研究上面记录了一个实验 那它记录的结果是这样的 新机油运行前6个小时之内 由于发动机各摩擦复合剪切作用 机油粘度指数记中 长链结构它被剪切 运动年度它会下降 幅度大概是26%到32% 25小时之后趋于稳定 这个就好比是你新鞋子刚买来 觉得有点不合脚 要穿一段时间才会变得合脚 稳定下来 舒服下来 这鞋子都慢慢长成 你自己脚的那个形状了 SAE它给了个年度等级划分 20年度等级的机油 100摄氏度运动年度平均比30的 低了大概31.7% 那相当于说保养完 你刚加进去的新机油 一段时间之后 年度是下降一整个等级的 那么新机油粘度高 就意味着发动机内部 零部件之间的摩擦阻力 它是会变大的 你就好比说地上本来是有滩水 就会变得很滑 但如果地上是一滩糖 你鞋子才能 粘乎乎的 是吧 阻力就大 那发动机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来克服额外的阻力 这油耗的确会变高的 汽车文在期刊上面有论文 0W20机油对汽油发动机 摩擦损失的影响研究上面 它记录了个实验结果 20年度等级的机油 要比30年度等级的机油 省1.5%左右的油 此外 发动机动力 它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汽车工程期刊上面有论文 低年度机油 对汽油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 研究上面讲 这个机油年度下降的时候 发动机的修正转据是有增加的 就好比是以前上学 书包里的东西少装一点 负荷小 晚上放学回家 也能走得更轻松更快 就差不多这个道理 负担轻了 那么新机油用一段时间之后 随着年度下降到正常的水平 这动力也会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油耗也差不多 所以说刚保养完 确实会感觉到车子没有以前省油 动力甚至都有可能变弱了 那么除了动力和油耗 新机油有可能还会影响车子的NVH表现 那主要原因是在于机油的年度和压力 2010大连润滑油技术经济论坛 论文专辑里面收录了一篇论文 三种年度等级发动机油 行车对比试验分析上面 它记录了不同年度机油的试测数据 那结果是这样的 机油的年度越高 机油压力也就越大 那么根据清华大学的论文 发动机配器机构 怠速NVH研究里面的记录 在实际发动机工作的过程中 特别是对于带液压元件的配器机构 机油压力 温度 年度 含气量的改变 都会直接改变配器机构的噪声表现 都不用记 反正就是一顿操作之后 换上新的 有可能噪音会变大 那么理论上来讲 这个配器机构内部零件的这个空隙 它被粘度更高 压力更大的 这个新机油填满之后 你这么什么注塞等等各种部件 它的刚性会更好 NVH的表现它就会更好 这就好比一个手机 被越厚的这个保护壳包着 你摔到地上的这个声音 也就越小一样 你要是拿个几条毛巾 你把这个手机包起来 你用力砸在地上 估计不太明显的声音了 但是过高的油压 同样是会引起机油的喷射噪声 让这个静排气门吸到口 这个高频噪音会增大 反正就是说 换了新机油之后 发动机的噪音 它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有的车子变得更吵了 有的车子变得更轻了 但过一段时间 都会变成原来的那个样子 但是这个变化 有不少司机朋友们是注意得到的 以为你把我车子给保养坏了 有异想了 这个可以观察一下 那这个在心理学上 它其实是一种认知偏差 心理科学期刊上面有论文 锚定效应的产生 前提及作用机制上面有记录 这个叫做自发锚定效应 它指的是 个体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 以及获得的信息线索 在内心自行产生的 一个比较标准 并以此进行判断的 这么一个现象 以前我发动机 是这样的 换了个机油怎么变得 坏掉了 就比较像是这个 那么刚才讲的是 有依据的正常的那些变化 但有一些保养 还真的就是给弄坏了 操作似乎也不是说没有 真的就导致车子变难开了 最常见的是什么 机油没加好 你比如说你这个机油 加的标号高了很多很多 那它的粘度也会高很多 前面我们讲过的 它就会导致车子的油耗 和动力受到影响 就好比一个人是喜欢喝西州的 也只能喝西州 常会就那样子 你今天给它来了几碗 什么黑米 糯米 这种都特别厉害的东西 吃的也不舒服 胃也难受 最后还拿肚子 那标号如果没加高 加低了 不光是粘度和机油压力不够 它会导致噪音加重 还有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 两种汽油机油摩擦性能 试验研究上面有提到过的 如果发动机润滑不良 整机摩擦损失和零部件摩损 都是会增加的 由此造成的发动机故状 有可能会导致直接抛锚 就是机油给你加错了 你买的叫0W20 你买的叫0W30 结果把20给你加了个40 30给你加了个20 倒错了 人家店里面有那么多种 难免有失误的 这种偷疼 还有就是经常要保养的这个空率 也有可能是出问题的 以前我们专门讲空率的视频的时候 就说过了 你这个风腔的风太大 就觉得脏 吹吹吹 不是有这种操作吗 有可能会把滤芯给吹坏的 一般需要把气流控制在0.2到0.29 兆帕左右 这个和轮胎内部的气压是差不多的 而且需要从内侧往外侧吹 如果你气流过强或者方向不对 灰尘中的二氧化硅构成的坚毅小颗粒 有可能会划伤滤芯 造成滤芯的破损 你一吹上面灰尘是没有了 但是这个滤芯其实失效了 这个要注意 这空率破损 它会造成发动机磨损变严重的 因为脏东西进去了 原来挡在那个滤芯的 现在直接一口气吸到发动机里面了 这好了 再经过这个高温爆炸燃烧 它就形成积碳了 有可能还会造成油耗增加 动力减弱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风太小 没吹干净 又会造成发动机近期不顺 你戴了个口罩跑步 不是闷到后面 人都要回得到的 是不是 科技传播期刊上面有论文 潜谈空气滤清器作用与维护上面讲 这空率不干净 有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轰鸣声发闷 车子加速反应吃坏 总的来讲 保养后由于机油的更换 确实是在一段时间会造成更难开的印象 一般来说不用多久就能恢复正常 那如果开了一段时间 比如说就超过一个星期了 还是很难开 还真的要去检查一下 说不定保养的时候真操作失误了